对对 君涛你怎么看现在民众和中共之间这种相当紧张的这种博弈的关系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事情发生呢也是挺让中共意外 或者我们说让习近平比较意外 所以他现在有一点手忙脚乱 应该说呢这一次民众的大规模的在各个地方同时发生的活动 是把习近平的冲垮了 就把他 我们要说博弈的话 就他在博弈的第一线他想强制控制清零 他其实本来是政治清零我们看出来 实际上他一直在跟党内的这个不同他的人在玩对吧 说李克强要救经济不提清零 他要强调清零 一定要实际上对干部进行考察 进行这个让他们站队进行考验 那这一轮好像他赢了 你看20大他全面控制好像赢了 但另外突然没有想到老百姓呢各地种给他冲破 冲破了有点手足手忙脚乱 但这事博弈是不是就完了呢 其实那按照我过去对运动的理解 就比如我们看八九年运动 七六年运动都有一个 当运动初步达到目标的时候呢 一般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消耻下去 但是运动中还有一些人会往前走 他就要求赔偿要求追究那些凶手 对吧这个老百姓忍不下去了 多数人是真就忍不下去 还有少数人付出了生命 他的亲人付出生命代价 还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了打挨了打 甚至被抓起来了 这时候你看八九年就是 当时的中央判断说 4月15号胡耀邦死 4月然后学潮开始起来 到4月20号胡耀邦追悼会 就应该没事了 不是那时候学生新的诉求就出来 要求追究在这个前面七天的时候 不经打人的事情 还有一个呢 你要不能秋后算账 那么这次看呢 好像老百姓这个动力不足 但动力不足运动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大家一起上去之后呢 等到我问题解诱就回去了 但如果要是新的人提出诉求 如果你在镇压 他可能老百姓还会再回来 就像其实八九年六月三号 如果他开枪的时候 实际上多数绝大数北京学生都回去了 只有少数人在那儿 但是如果你对这少数人镇压多数人又回来 所以这个 但是所以当官的来说呢 我当时觉得有一点 就是让我有点惊讶就在于说 就是实际上本来中共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各个地方 同时发生的这种群体事件 中共不是没有先例 而这个19世 在这个20世纪后期就是这个90年代后期的时候 中级进行国企改革 二三十万个国企企业关停并转 中小企业那时候两千万人下岗 全国的工潮此起彼伏 那时候大家 那个共产党就是呢 我给多数人撒点胡椒面 安抚你们回家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 给你们照顾照顾你们 然后同时对少数的分子呢进行抓捕 然后进行惩罚 那么后来的拆迁和征地 也是全国遍地开花 到处都是对吧 因为它基建到处在建 所有的模式差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呢 当官的地方政府 他手里有牌 就是什么武警 就是说实际上公安机关 在跟老百姓冲突 从03年万元事件开始我就发现 只要老百姓新齐 马上公安机关不堪一击 这是一个武警要步上去 但是习近平在前段来全争的时候 他怕人家用武警造他的反 所以他武警权力收上去了 这次呢 其实我习近平可以 你看做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呢 除了北京几个地方之外 基本上呢 当地他调不出来 这个武警 大白呢不管用 到时候老百姓真要批名 大白不管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实际上从一开始 就过去开枪全是在中央 所以这个呢 权力习近平可能更加收得 严严实实 所以这次呢 之所以能够冲华 也是跟地方政府手里 没钱而没权有 跟习近平 他在二十大 他把权力全收上去 都收到他手里 这样就使得呢 这个博弈往下怎么走 不过按照我自己呢 对中国政府的观察呢 就是说 他有 他如果现在如果有能力的话 他现在可能还站着一如既往 现在底下开始排查 就是民宗案警 就里面还有警 他开始已经排查 把头找出来 一一用别的理由 把他给你抓起来 就不是 不一定会用政治理由 然后用别的理由 把你抓起来 然后给你进行惩罚 同时对老百姓 继续采取怀柔政策 就是然后在 可能最多在拿几个地方 政官来惩罚一下 说是他们把情况搞 因为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像现在全推在居委会那去了 对吧 因为我们传出来 就是居委会在搞 街道的问题 对街道的问题 就是现在让 而且呢 习近平那个20条 就已经开始预留了后路 说不要层层加码 不要搞形式主义 不要一刀切 他就已经在这 给自己留了后路 所以往这个往下 但是呢 现在有一条 我觉得他在多大程度 还相信这个地方政府 就是地方政府 还有多大权力 像这些人愿意 给他真的去做这些事 现在观察人 也都是人精 都是鸡子一样 这个就有点像习近平说的 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以后 就不好惹了 惹翻了就不好办了 对 我们想回到这个中共方面 来看这个问题 11月7号 中共政治局开了一个会 而且是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 但官方对整个这个会议 他这个报道 没有任何动态清零啊 什么防疫啊 这些内容 根本就没有提任何防疫的政策 现在中共面临这个局面 相信看起来相当的尴尬 就有点进退不得啊 清零也不是 不清零也不是 骏头 你想啊 二十大之后 这个政治局全都是习近平的班子了 但这个严厉清零政策 反而坚持不下去 这个现在反过来去谈经济 你觉得这个是 他们是为什么的 按照道理 我们的理解应该是政治局来主导 这个整个这个清零的各种政策的落实 对 其实你从几个世界上可以看出 习近平啊 就是不是没有考虑过 就是停止清零问题 而且知道国际社会什么的讨论 所以他在建欧盟那时候 他说呢 年轻人受不了了 怎么在你啊 受不了对吧 说明他知道 而且呢 他好像还觉得 这也不是说停止 不是不是一个选项 所以他现在还是呢 我觉得他可能会 打左灯向右转 或者是表面上还坚持 比如像失调还在体验里什么 只是缩小时空范围 把一些措施呢 能够就是 稍微软化一点 就是其实就让他形式上 他真变成形式主义的东西 因为从老百姓实际生活上看的话 他基本上也放开了 但这个不一定是个好现象 因为我刚才讲了 他如果这样全面的退让本身呢 是因为他现在搞不清 比如说他是境外势力 谁是境外势力 比如说他现在谁在背后 有没有组织 他也不知道 我记得当时在八九年的时候 当时党内争论很激烈 要不要镇压 何东昌这批呢 老搞学人就说 背后肯定有知识 我们当年搞学问 共产党组织学潮 半个月肯定就搞不下去 我们共产党这么有组织 他就认为一定会有一个比 当年共产党还可怕的 一个力量在背后 我认为这次全国这么大规模出来的 共产党这样的消停 很可能你们还记得当年整法轮功 对吧 江泽民他就开始布置 下面排查 开始渗透 而且他摸到了 去谈个三个谈判代表 两个居然一个是纪委的 一个安全部的 他觉得很可怕 而且发现在中国的专政机关 有多少刀人 我认为现在呢 他们在排查 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 他们几次处理历史上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事件 他们全是采与这个方式 那么一旦排查完之后呢 他们就得要开始抓人 当然过去抓人呢 杀一敬百 但这次我觉得 他可能会像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在 弄艺人这种 不再用政治罪名 他怕什么国际社会 污谊啊等等 他给你搞点别的事情 对吧 这个然后给你 甚至给你栽赃一些别的事情 现在习近平呢 如果他大权在握很多事情 他就可以比较一只 悄悄布局开始做了 因为政法系 他现在整政法系 我现在觉得呢 他如果不这么做的 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现在还是对全局没有掌控 因为我在海外 我感觉特别很明显 就是说自从他习近平上来之后 开始对政法系开刀之后 我们在海外活动空间就很大了 就是 但是美国其实 川普总统上来 前总统上来之后 开始对付他们 还是在后一步 他们后来已经到了什么 就是像花俊雄啊 什么梁冠军 不知道该干什么 没有命令 没有指示 没错 领馆现在基本上也是瘫痪状 这样的话就使得 现在如果从海外来看 他没有重建的话 那在国内那一块 就是你看他把那些人都给抓了之后 因为共产党有一块这个秘密 就是见不得人的事 他是没有 没有指示没有文件 都是嘴巴对耳朵说的 这一套系统是个秘密的 就是完全靠人际关系 就跟过去地下党是 你把这个人抓了 他百分之九十就瘫痪了 单线联系 对单线联系 他现在也是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头给抓了 底下这些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那些人像无头苍蝇似的 对吧 对我讲来说 他这个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性 如果他现在不能进行 就是因为他底下这个系统 实际上他没有重建 再一个呢 我觉得无论是王小红啊 这些人来说的话 都不是真的干事的人 就是忠诚 干这个活的人呢 多少呢 都是那种心机 很深的人 大概大体上这些人 不会很忠于习近平 因为知道他就胡闹